政府废除死刑终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哈尼巴证实 政府已经决定不全面废死 只是废除强制死刑 修订是一项涉及强制死刑的法律 并赋予法庭死刑裁量权 那政府也将考虑设立国会特别临选委员会 详细研究废死法案 西蒙政府有意废除32项死刑的刑罚 包括刑事法典 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以及1971年军火法令等八项法令 虽然废死掀起两极化声浪 不过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哈尼巴 今天在国会宣布 政府决定只是废除强制死刑 同时赋予法院判处死刑的裁量权 哈尼巴透露目前刑事法典中的九项罪行 以及1971年军火增行法令里的两项罪行都涉及强制死刑 政府暂时还没决定设立特别临选委员会详细探讨有关法案 不过哈尼巴承诺会展开讨论 首相署部长刘伟强今天在国会走廊则谨慎阐述 表明政府还在仔细探讨废死法案细节 马华柔佛亚一旦区国会议员拿都斯里魏嘉祥随后在脸书发文 建议政府设立特别委员会 并且举行公投 聆听各阶层人民对废死的看法 尤其死刑涉及珍贵人命 必须顾及受害者和死求家属的感受 西蒙也受处表明立场 废死后会以什么刑罚替代死刑 八度空间陈欣怡国会大厦报导